來看這部到江亞庫的青春 有著說是要來回饋社會 是決定要提供這民族大學學生 未來可以跟這部到江亞庫來進行是不是 在這民族大學學長表示說 這部到江亞庫這個行動 非常感謝未來這民族大學美教學生 在這集合的市場上 更有競爭力 報到江亞庫的青春 在理所長丹英心的創意一下 是做會來到民族大學 更好進行參與議席 未來民族大學學生 在當中報到江亞庫來進行實習 對著學生在這集合的市場競爭力 就有非常大的幫助 民族大學今天很高興 跟北斗工業區 我們來簽署學生實習公讀的合作備忘錄 那麼我想民族大學有六千多個學生 其中特別有八百 另外還有八百多個外籍生 那麼其實可以提供很多充裕的 而且是高品質的人力 我想工業區很多廠商 他們其實需要有比較好的人力 來協助他們工作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合作模式 那麼可以帶動整個區域的產業的 更好的發展 聯合報又把國立私立分開來以後 那麼民族大學的就業率 在私立大學排第七名 那麼事實上前四名都是醫學院 所以如果醫學院不算的話 民族大學是全國第三名 我想我們的老師非常優秀 學生也非常認真 所以我相信也感謝我們家長 聯誼會 我們的洪會長 大家一起來努力 所以讓我們的孩子有很多機會 我也感謝工業區很多廠商 給我們孩子照顧 所以我想我們的孩子表現也非常優秀 要感謝大家的幫忙 民族大學這幾年在校長 也還有書長的傳染一下 學生的授致是非常好 所以在一月市長 就有很好的表現 大大來收到每個年數的困難 現在又有補兜工業區 提供實施的機會 未來民族大學學生 都不用怕說 比亞的時候會找不到路 因為我覺得我們工業區 能來跟民族大學做一個產業結合 提供這個就業的機會 或者是我們工業區廠商 能接種民族大學的 比如說會議室 比如說划船 還有這個環境 大家做一個產業鏈的結合 創造酸飲 未來我們大概會怎樣 來提供他們實習的機會 未來我們工業區目前 產商數59家 我們包括食品也有10家 一些機器 還有包裝 會來長期性 來跟民族大學建立一個誤動 互相一個學習成長的機會 報道工業區理事長 丹鷹鷹 也有秋雄都表示 秋雄都肯定 民族大學辦公室的精神 所以秋雄都支持這個活動 就會提供很多實施的工作 希望未來 民族大學的學生 也都可以變成 報道工業區最好的完工 作為來擴充台灣的經濟發展 這期新聞 蔡剛平 碧桃布德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